现在这个街道上绿牌子的电动汽车越来越多 而我研究的电池就是电动汽车的心脏 我和我团队历时三十多年持续地在电池领域进行科技的创新攻关 我们团队开发了超越传统的电池新体系 提出了新的电池工作原理 创制了新的电池材料 让电池的能量密度大幅提升 和电动汽车的行驶里程大大提升 我们团队积极承担国家重大研究计划 重点研发项目 联合北京的科技创新优势单位协同公关 已经研发出400瓦时每公斤的固态电池 这跟目前市场上最先进的300瓦时每公斤的锂离子电池 能量密度相比要超出30% 未来的一到两年 我们要突破600瓦时每公斤的固态电池的研发 让充一次电 电动汽车就可以跑1000公里以上 同时在快速的充电 低温性能和安全性能方面也都要大幅提升 这也是一个在全球具有引领性的技术的变革 我们也积极去抢占动力电池和电动汽车 未来发展的制高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